在7月25日这场音乐会里面 除了西部聊事的作品之外 我们还很高兴请了德国的小提琴家 Veronica Ebella 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提琴家 现在才二十多岁 和我们一起演出 Shostakovich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一首 这首作品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欣赏呢 除了她小提琴的技巧方面要求很高之外 对演奏家的要求很高之外 她的作品的内容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 她一共有四个乐章 这个与普通的小提琴协奏曲 三个乐章的曲色是有少少不同 第一个乐章是一首小夜曲 Shostakovich其实她一生都是受压迫的 她的性格比较内向 还有因为政治的原因 她是有少少觉得屈屈不得志 还有受到祭奏 这种感觉一直都在她的作品里面 是渗透到出来的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也不例外 第二乐章是一首可以说是魔鬼的舞蹈 虽然是一首舞曲 但是她里面也都充施着一些比较压抑一些的感觉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比较讽刺一些的 比较令人少少不安的感觉 除了这种感觉之外 亦都可以听到原来Shostakovich 她将她自己的名字 每个DSCH也都放在音乐里面 这个做法是她一个都挺常用的方式 去告诉人家她真正的identity 她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第三乐章里面大家还可以听到一个 好像命运这样的动机 令人联想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里面的主题 而在第四乐章之前 大家会听到一大段 那个华彩的乐段 演奏家究竟她的技巧 以及她的音乐的修养有多好 就在这个CADENCER里面 大家一定可以听得很清楚的 这首乐曲一定要现场欣赏 才能够真正掌握到她的神髓 希望到时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